来年也能看到櫻花的櫻花期 又到了櫻花的櫻花期 一直很喜欢新海城导演的电影《秒速5厘米》中櫻花飞舞的场景 最近看到资深堂和新海城的合作视频 也勾起了我对櫻花的回忆 櫻花很美但也很脆弱 但它留下来的美是永存的 今天天气很好,我们一起去赏花吧 今天要画一个比较日系跟櫻花比较搭的日杂风妆容 靈感来自于櫻花 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底妆自然通透 然后三红要画的就好像是从内而外粉嫩的感觉 让整体显得有气色 我现在做妆前后妇 我现在已经涂了一个润唇膏了 就是为之后的唇妆做准备 今天要用到的是一个资深堂的櫻花精华 这个精华是朱搭美白 还有什么去黄和淡斑之类的 其实我个人皮肤算是很白的了 就很多现在注重保养一点的女孩子皮肤应该都很白吧 但是就大家毕竟是黄妆人 想要达到一个那种冷白皮 来的发光 就还是要用这种比较去黄一点的产品 然后这个櫻花精华它的质地是很轻薄的 我们看一下 就非常好推 就已经留下来了 就很适合春夏季节用 不会给皮肤造成什么负担 而且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 就使用感很好 然后我就要掀起我的刘海来 其实我平时我化妆我都不会把刘海省起来 因为把它夹起来就会变形 但是我怕我不嫌弃的话 你们大家说我不专业 你们看我头上夹子好看吗 好看吗 这是一个儿童发夹 我可真不要脸 买儿童发夹 脸上也是很好推 很好吸收的 我眉毛好乱哪 擀住了 修眉了 我太太咳嗽了时间了 忘记关门了 我跟你们说脖子一定要拖 就锁骨以上都是脸 一定要注意脖子的美白 你们好乱啊 好啦 把护肤做好 有一个水水润润的脸之后 就可以开始涂底妆了 好吗 然后底妆要用的是这个 滋生糖随肌硬件粉底液 它是有分两个 一个是Glow光透 还有一个是Lasting持久 这个是Glow的 就是会更加滋润一点 然后有光泽一点 比较适合就是干皮和混干皮之类的 因为为了今天的妆上自然一点 我就选了一个比较深的肤色 什么肤色 深的色号 它比我的手要白 但其实跟 可能跟我的脖子的眼睛之间 衔接会比较好 以前我买Candy 就喜欢买越白的越好 现在觉得其实太白了 会装效就很不自然 就别人会觉得 这妹子怎么装这么浓 然后我喜欢用手 喜欢用手抗粉底液 因为手会带人的温度 其实会够福田 它在那里很重够 它其实这款挺轻薄的 还是有一定的遮瑕而已 所以把嘴巴边上也遮到一点 一盒上 口红就会很上色 就算这个是光透款 但它其实不会那种 就很亮晶晶那种 是那种 奶油脂 就是有一点点润 但不是会感觉整个脸很油 遮瑕能力也还不错 黑眼圈 黑眼圈还是会露出一点 不过黑眼圈一般粉底液都遮不了 这个是要交给 纸霞膏的任务 然后快乐的这个楼 这是我们的快乐三分时间 因为我觉得刷散粉是个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散粉刷子一般都比较大嘛 就随便滚 但是最好不要刷太多了 免得破坏那个粉底的光子 然后接下来应该涂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涂修容 直接画个假的 我跟你们说 我刚开始学化妆的时候 特别喜欢把鼻子 这边画的特别窄 特别细 再改写贵重 然后高光 今天我要用到两颗高光 我是自身藏的 这两颗高光还挺网红的 一个是这个 这个叫WT905 就是一个白的 没有任何闪 但是它画在鼻子和下巴 效果真的很好 还有一个是这个PK107 这个是很浅的粉色 带一点点微微的闪 和蓝紫色片光 这个适合打在苹果机上 还可以做一个 如果你装很淡的话 这个都可以伪装成一个腮红了 对了你们有没有人怀疑 我已经画了眼线了 就这个重的睫毛 它自然的形成了一个眼线 就很方便 我来画一个鼻子之间的包裹 我来画一个鼻子之间的包裹 它颜色是真的很淡 所以你们如果把它当腮红的话 就拼命的刷 不要浅一般的刷 也不会下重手 可以摆脱成为猴子屁股的命运 它有偏光 但是不是那种就是很霸道的偏光 不是像那种欧美西方光一样 虽然很闪很好看 但是你涂这么一个妆 就你觉得你 就应该去夜店奔个底 不然浪费你这一脸的 波光灵灵 就是直男可能会觉得 哎你今天看起来 哇什么都需要啊 我们刚说到哪了 直男会觉得 哎你今天看起来精神很好 气色很好 然后说啊 闪吗 哪里有闪 看不到 其实我苹果肌已经够碰了 碰上加碰 大家好 我是一个气虫 这是气虫加油的帽 然后再点一层腮红 然后整个脸更好细色一点 点在这个位置 就笑起来 眼睛下面这个三角位置 看别人这么涂好看 所以我就不会这么涂 理论之时 我也不太确定 然后接下来应该画一下 哦眼状 眼状还是要画一下它 先用 先用 先涂一个浅色的颜色 铺个打底 然后会让后面的颜色 更干净 这个理论之事 一套一套的 画一套的 化妆工具 一个稍微少一点的手指 涂抹 涂抹范围 随便的涂个眼眶 再有了 就不要画得 那个范围太出去 圆一点 才会显得 眼睛比较可爱 其实我眼睛好像本身还挺挺圆的 圆上加圆 不愧是我 再去气球 眼影 其实要化好了 然后重了眼线 这还会画一下 画完了吧 我应该说如果把 都很加强 都变成这样子 都变成一个波罗 哎 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副理 就是到了万众期待的 涂口红环节 这件口红是 金生堂的 就是说叫 RD716 是一个 是一个 豆沙索 这个口红我之前 第一次涂的时候 就感觉很惊艳 不只是因为 它这个质地 它那个质地很嫩 就是不怎么会挑嘴唇状态 它后涂是这种 玫瑰豆沙索 玫瑰粉眼 如果薄薄涂一条 就是 就是 豆沙索 就很温柔 这个豆沙索 涂上去之后 就不可以骂人 的那种 要是浮奶 乱乱乱乱乱乱那种 这是我平时 嘴巴颜色挺浅的 肯定不知道为什么 气色好的 好像已经涂了口服一样 这怎么这么一样没涂 我给你们擦一下 真的没涂 所以我先弄一点 把自己的唇色遮掉一点 然后 像着你们 谁愿着呀 我涂口后 我不喜欢直接涂 因为技术不太好 我一般都喜欢用手 沾着 然后往嘴上拍 所以我看 就是 边缘是润染看来 感觉好像我上嘴 会比 手上的色色粉一点 可能也有自己 可以穿的那颗底色 所以说 口红这个东西 每个人涂出来的效果 可能都不一样 因为还是 参照我手上去的颜色 可能会更加标准一点 感觉爽了点 那还是画个卧场吧 好 好了 装容 那就到这里结束了 嗯 接下来是 选衣服换剪 可真是一个浓眉圆脸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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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看姐姐 好看吗 咪咪说 回答不出来 选择跳楼 首先 一号水手 是我很早之前在淘宝 随便买的 一套水手服 我觉得 爽音 就应该穿制服 这是二号选手 是一套西式制服 上衣是墨绿色的 春天的颜色 爱情的颜色 然后三号选手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海军风 小裙子 海军风 小裙子 哎呀 那是这条 钻了好多毛啊 怎么办呀 这我得把毛全部都湿掉 再出门得吸一个小时 天哪 为什么要羊毛 那我试了这套 最主要的原因是 老师有新买的 穿过 我其实想把每套都试给你们看一下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 我今天11点起床 然后慢慢悠悠的洗头 化妆 然后再一看时间 3点45 肯定不会光腿出门的 穿一个很厚很厚的那种 扎容的袜子 我想我还是把双发尾摘了 毕竟这么大个人 这样子出门还是有 一点点收拾 看得下好像那两棵是樱花树 还有前面 这里还有好大 其实我有事在网上搜到说 记得帮我有一个樱花树 我也是第一次来 好疯 大家好 我找到樱花了 这上面还飞了几个蜜蜂 我好担心 突然就被 吃了一下 我都找了 你好呀 你好 你好 今天天是真的很难 你们看看 我没想想 很疯 我都陷了很多 真是很疯 好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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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疯 哦 那夜 能来 看不溪 咱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